最近一段时间,自从维特赛尔和莫德斯特两位强员,不能为天津全舰征战之后,国内媒体和球迷对这位中超新贵就进行了重点关注。 由于天津全舰在8月底还需征战压惯联赛,因此外界对天津全舰的处境,感到非常的担忧。 大家都害怕天津全舰会在本赛季彻底崩盘。 原本以为,在下窗已经关闭的情况下,这段时间天津全舰应该很难迎来好消息。 可是,令人感到非常欣慰的是,近日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发现,天津全舰似乎在莲师两员大将后,终于迎来了一个利好消息。 据国内媒体金体育报道,中国足协方面在详细了解了天津全舰队目前面对的问题之后,他们很可能会对天津全舰给予帮助,并允许天津全舰队在8月31日之前,使用目前手中剩余的一个外员引进名额。 从金体育的报道可以看出,在了解了天津全舰在下半赛季,遭遇的诸多困难之后,足协很可能会在演员方面为其开放绿灯,虽然该媒体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,但如果足协开放演员大门,这对于天津全舰绝对是一个好消息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金体育透露这个消息之后,天津全舰的外租强员格乌尼奥,在微博上连续发了两条动态,一条是祝福天津全舰的,一条是他女儿的小视频。 对此,不少全舰球迷都在猜测这位外租强员,是不是要回到中超,其实全舰球迷这样猜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,因为,在金体育的消息出来之前,格乌尼奥在微博很少发布新的动态,所以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如果足协欲为全舰开引人绿灯,那么格乌尼奥或许就会在近期归队。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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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放